疫情延烧也烧进了中央部会 经济部证实有一名同仁确诊 他曾经到过疫情热区 回来之后觉得身体不舒服 裁剪之后是阳性反应 经济部马上匡列和他有密切接触的 五名同事进行自主隔离 五独有我的事经济部标检局 也有一名外包公务车驾驶确诊 为了避免群聚 各部会都启动了分舱分流办公 而各界很关心 卫福部要如何分组办公呢 卫福部长陈时中说 自己没有办法切一半 他每天都要上班 但是次长又进行分组 经济部大门口几乎没有人员进出 大家严守防疫规范减少移动 因为部里面有人确诊 经济部医病同仁曾经到过疫情热区 回来之后觉得身体很不舒服 经过裁剪之后确认确诊 而跟他密切接触的五位同仁呢 根据规定在五月二十七号之前 都要进行自主隔离 据经济部部长跟次长 并不在他的接触范围内 出现确诊个案 经济部上下不敢大意 立刻启动高规格防疫机制 我们随即展开分区办公应变机制 已经在五月十七号今天展开 本部的分区办公相关作业 未来我们会分两区 两区人员杜绝 月区交流 实体公文连进跨区交换 无独幼欧经济部辖下的标检局 也为名外包的公务车驾驶 去过万华之后出现发烧症状 经过筛检确认确诊 那我们听到他确诊了以后呢 就请他说赶快要接受医院的这些安排 到医院里去做治疗 疫情延烧到政府部会 各部会从周二开始 启动分仓分流办公 身负防疫重任的指挥官 陈时中将如何分流 我没有切做一半 我怎么分支援组 我们市长有分组 市长有分组 温途疫情再升温 政府部会出现员工染疫 该如何防堵疫情再扩散 政府和民间得共同努力 记者林杰杰物相三代表报道